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一直勾到了最后这个地方 我们在它下面的部分 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前面勾上一针就可以了 因为最开始呢,我们勾上了一个短针 对吧,加在一起呢,总共也是两个短针 然后我们连接一下 短针进去 把线勾住拉过来 再到后面线圈 拉紧 把线勾住拉过来 留一个比较长的线位 后期用于缝合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一部分呢,需要勾出两个来 颜色大家可以自由挑选 其中一个直接断线 然后呢,另外一个留一个长线位 用于缝合就可以了 把线直接剪断 然后呢,我们给它安装上眼睛的部分 眼睛呢,我们就按在这个 按在这个第八行 第九行之间的位置 然后两个眼睛之间隔开八针 那么我们这种螺丝眼睛在安装好之后呢 需要在那一侧固定一下 我们这种螺丝眼睛呢 在那一侧需要固定一下 这样呢,不容易脱落 给它这样固定好 大家看一下,眼睛就安装好了 然后呢,我们把另外一个片呢 也这样安装好眼睛 位置是一样的 在这个第八行和第九行之间的位置 两个眼睛之间隔开八针 然后在那一侧给它固定好 这样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我们用黑色线 勾勒一下嘴巴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就在两个眼睛下方一行的位置 在这个中心的位置 勾勒一个微笑的嘴巴 大家看一下 然后呢,在下方的位置穿针 这样固定住就可以了 非常简单 再把多余的线呢,穿到内侧 可以把这线尾的部分这样打一个线结 这样不容易脱落 长的部分呢,就直接给它放在内侧就可以了 这一部分就完成了 然后呢,我们再把另外一个嘴巴呢 也勾勒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过程 方法是一样的 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呢 把这两个章鱼呢 给它缝在一起 那么在缝之前呢 我们可以在里面 先放入皮皮棉填充一下 不用放太多 放一部分就可以了 然后呢,我们这样对应着缝合起来 就这样对应着 把两个爪子缝起来 因为我们这个 针数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我们在缝的时候呢 一个针眼 对用一个针眼去缝就可以了 我们看一下这缝合的过程 就这样上下传针 这样对应着缝合起来 这一部分呢,比较简单 那么我们这个爪子里面 也是可以放入少许的皮皮棉的 就这样给它缝合好就可以了 我们先在第一个里面 放一些 然后呢,再继续缝后面的部分 把每一个爪子都这样对应着 上下缝合好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缝合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 每一个爪子上下都对应着缝合好之后呢 我们这款可爱的泡泡章鱼就完成了 非常可爱的一个造型 它是可以随意变身的 大家看一下 这样推过来 就变成蓝色的了 非常好玩的一个小玩偶 好了,今天我们这个教程 到这就要结束 感谢姐妹们的观看 我是娟恩姐 我们下期教程 再见